来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在这里会强调 它是要填两个什么样 一对儿反一词对吧 那你想想就是竹子 在我们的生活中 哎你竹子你吃不吃 我前两天还刚吃过 我们吃吧 我们就不管是火锅还是怎么着的 对不对 还有包括这个他所说的 就这一些运用 都是跟我们生活息相关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 是非常容易见到竹子的 所以其实竹子我们说 它如果在这里可以填 是平凡的 对吧 哎就是说 它其实是很容易见到的东西 也不是说特别昂贵 对吧 那么但是呢 它同时又会强调到 哎包括包括怎么样 它不仅仅是一种平凡的事物 平凡的东西 它更多的其实是代表这种 顽强不趋的品格 所以它又是不凡的 或者你就说不寻常的 平凡的反意思吗 呃又是优越的 还是不凡也可以 平凡不凡也是一个反应词啊 对吧 可以的 好的 那么在这里这个标点符号 来 自古至今 逗号 没问题 然后呢 它和松梅 松竹梅嘛 所以这应该是顿哈 被人类语为碎含三友 对吧 OK 那么这碎含三友是一个特称 所以是这个引号 好 在这里 充分展现了竹子 不什么什么困难 不什么 这就是有点 我们你自己组词 不怕困难 经常会说这个怕嘛 那你就想想这个怕的信义词 这是要填信义词吗 我说不为困难 费也是害怕 不拒困难 可不可以啊 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在这里 可以展示出你的这样一个词汇的 这个与近联系能力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都解决了 对吧 解决了 好 碎含三友指的是 这太傻了吧 这个题目 刚刚说完 松竹梅 OK 文中把竹笋比做什么 目的是要突出竹笋的什么呢 把它比成了什么呀 回想前面 利剑 对不对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 它其实是把竹笋 比喻成了利剑 心笋就会悄悄的在这里 穿了一过 它就像一把利剑 穿过完石 刺破硬土 脱去层层的笋衣 披上一身绿装 直插云天 那种感觉 是不是 是充分说明了 它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 以及它的这种坚硬的程度 对不对 完全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用利剑这样一种比喻的形式 OK 目的是为了突出竹笋的坚硬或者顽强 好的 利四时而长茂 说竹子是利四时而经历四时变化 而经常是茂盛的 四时指的是什么呢 很明显嘛 春夏秋冬 没有问题 四时之变化 这本情记里也有 好 把选择正确的答案 序号 这个填在括号里 西相关的西是什么 自强不息的西是什么呢 西 西相关 自强不息 我们说 厚德在物 自强不息 是吧 那么 就是特别自强 不愿意 停止 停歇 这应该选择三 那么第一个西西相关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的呼吸是联系在一起的 同命运 共呼吸 是不是啊 这应该是 一 对吧 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别的 那个 跟他对得上的了啊 好 苏九为了竹子 说明竹子全身是吧 他分别写了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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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妙用呢 想象一下吧 你就实在不行回过头文章 就可以看一下 回过头文章 回过头文章 再来看一下啊 包括说到了这个药用 对不对 在这里看 建筑材料 造纸的原料 竹器 药用 还有这个鲜美等等等等 你看这就有好几个方面 你看啊 首先第一个是建筑材料 又是造纸的原料 也就是说它可以作为原料使用 第二个 它可以编织竹器 也就是可以制成器皿使用 第三个可以药用 第四个就是可以吃 对吧 食用 可以用作原料 可以制作器物 可以用作药用 可以什么呀 可以食用 这就是它的四个方面了 OK 好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文章中的最后一句 作为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 不也是这种精神吗 换个方式 意思不变 这种精神指的是什么呢 已经开本章中都提到了 自强不息 不屈 不挠 的民族精神 这就是一个反文句 我们需要的 就是这种精神 什么精神 自强不息 不屈 不挠 的民族精神 好的 那么这篇短文写了竹子的哪两个方面 重点写了竹子的什么 作者写竹子的目的是为了借歌颂竹子的品格 歌颂什么呢 其实主要讲的是竹子的用处 对吧 或者竹子的用处 或者和竹子的品格两个方面 对吧 品行 品格 重点主要写的是竹子的品格 对吧 这种四十变化而不变 对吧 以及他们的这种 直冲云天的这种 顽强不屈的精神 目的是为了借这个歌颂竹子的品格 歌颂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OK 把这个分成三层 没问题吧 前面的那些作用分成一层 好 中间的品格分成一层 最后总结分成一层 没问题的 这篇短文主要写了竹子的用途 你看这不是吗 用途品格两个部分 那么重点写了竹子的强大生命力 也就是他们其实就是品格的部分 那么我们需要写的呢 需要的是这种自强不息 坚韧顽强的精神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下面这段训练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小故事 那么有点这种 预言童话故事系列啊 大家可以读一下 读完之后 我们一起来做题 从山崖上摘下来的小水丁 正好滴在了一块牵硬的石头上 他决心把石头滴穿 这件事让科中的这个大浪知道了 大浪便哈哈大笑对小水珠说 皮黑 凭你那点力气能把石头滴穿 这是笑话 小水珠说 不信我俩比比看 你把河边的石头打个洞 我滴穿这块石头 990天以后看看是怎样的结果 容易容易 大浪哈哈大笑 觉得小水珠小得可怜 990天肯定不会滴穿石头 而自己的力气大着了 别说能给石头打个洞 就是把石头摧毁也容易 大浪立即答应和小水珠散散 从此以后啊 小水珠对准石头的一个点 低啊低啊 不管瓜分下雨 也不管白天黑夜 坚持不懈心情的劳动者 工作者 而大浪却不同 高兴时哗的冲一下 不高兴时呢 就懒洋洋什么也不干 990天过后啊 小水珠便来找大浪 你看看 我已经把石块踢穿了 银色的小圆洞还透光呢 大浪一听 着急了 赶紧使出全身的力气 哗哗哗的连续几声 可是河边的石头 仍然一动也不动 好 我们读完了 在这里有几个错误词啊 这个一动也不动的 这个一一 一动也不动 高兴时 不好意思啊 好的 非常简单的故事 用四个字概括 滴水穿石 没有问题 来 这篇短文的写作顺序是哪一种呢 请选择正确的打勾 第一个 按照叙述的内容顺序写 按空间位置的变换顺序写 按事情发展顺序来写 什么 按事情发展的顺序嘛 对吧 首先 他滴水 好 他们打赌 最后又滴 一直滴 把他滴穿了 好 他们大浪就后悔了 是吧 好的 大浪便哈哈大笑 对小水猪说 嘿 平你那点气力 能把石头踢穿 真是笑话 大浪说这句话时的神态 属于哪一种 竟在括号里打勾 一 虚心 二 瞧不起 三 高兴 就凭你 哪种表情啊 瞧不起 OK 非常棒 这两道题都 So easy 是不是啊 好的 再来看一下 从表文中找出下列词语的 敬意词 坚固 浑身 依旧 大家如果找不到呢 就可以随手翻译一下 对吧 浑身 全身 对吧 浑 浑 全的意思 依旧 仍然 对吧 仍然 可以用 尖固 什么呀 坚硬 顽固 都可以 文中的词是什么 一定要找出文中的词啊 好的 来 用波浪线画出短文中 描写任务 人物 不好意思啊 描写人物内心 活动的句子 啊 就是这一句嘛 对吧 哎 觉得 你看他哈哈大笑以后 觉得 觉得 我心里觉得 这么凉 这不就心理活动吧 对不对 好 九百九十天 肯定不会低穿石头 而自己的力气大着呢 别说能给石头打个洞 就是把石头摧毁 也很容易 好的 学习了这篇短文之后 你明白了什么道理呢 明白了 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不懈 不能三天大雨 两天晒网 好 在这里 也是告诉我们 这个滴水石川 的道理 对吧 你只有坚持不懈 才能够完成一件事情 如果你一直都是非常 啊 这个 哎 我想干的时候就干一下 不想干的时候就不干 不干 那么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 可能对你整个的这样一个 这个最后的功效 都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好的 来 最后看一下这篇阅读训练 碗 我们山村的孩子里吃饭 都是用一种粗瓷大碗 叫孩碗 盛上一碗饭 加一些菜 放在碗上 一起用到村口的小场上来吃 我们有的坐在石板上 有的坐在木墩上 有的干脆蹲在那 大伙一边吃饭 一边说话 可热闹呢 大家还可以自愿的 你吃点我的菜 我吃点你的菜 结果一顿饭吃了好几种菜 比在家里吃强多了 我们蹲着碗出场的第一个节目 是猜菜 大家把手里的碗啊 举得高高的 让对方猜 猜不着就吃对方一口菜 猜到了就让对方吃一口菜 小小的手啊 要举起那么大个碗 还真是有一点技术的 弄不好碗打破了 碗饭吃不成 还要挨一顿打 可尽管这样 这个节目却从未中断过 有一次猜猜啊 我的碗打破了 我吓哭了 隔壁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小姐姐 忽然把自己的碗给了我 自己抬起破碗回家去了 不一会儿 我们就听到他妈妈的骂声 打破碗了 你死去吧 接着是啪的一巴掌 这一巴掌好像打在我的心上 我端着碗默默的回家去 饭也没吃完 妈妈以为我病了 泡了一碗红糖茶给我喝 我把茶端到屋后 给正在屋檐下哽咽的小姐姐喝 小姐姐喝了一口 笑了一眨眼 两滴亮晶晶的泪珠 落进了碗里 后来我读大学了 回家看她 她已经结婚了 生了个漂亮的小女孩 跟她小时候一模一样 当我们说起这打破碗的故事时 她回忆说 你妈打起人来 比我妈厉害 你又小 我怕你受不了 她说得很平静 我心里却像翻江倒海一般 小时候的一件故事是吧 我们似乎小时候都会发生这样的被挨打的故事 对吧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故事中 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小姐姐的 会关爱他人的这样一种方式 对吧 好来做个题 这个题目都非常的简单啊 给嘉连词选择正确的读音 端着碗 对吧 轻声 好的 猜不着 我猜不着你在说什么 对不对 OK 这好像很正常的读音方式啊 小姐姐为什么把她的碗给了我 自己拾起破碗回家去了呢 那么在我们进行阅读理解的训练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叫做联系上下文 为什么要联系上下文 因为答案就在上下文当中 就没有办法 那么有时候像这样的一种 直接考察文章内容的题目 就直接答案就在前后文当中了 对吧 因为她知道 我妈打起人来比她妈厉害 所以呢 怕我受不了 这是可以的 对吧 好 第四季展断中画横线的句子 写了人物的外表 从这外表 你知道小姐姐会想些什么呢 从这些外表 你会想些什么呢 小姐姐会想 我为你挨了打 你用红糖茶给我喝 我满足了 为什么呀 哎 眨个眼 轻轻一笑 两滴眼泪落在了 两滴亮晶晶的眼泪落在水里 对不对 就觉得满足了 没事 有红糖水喝 对吧 就感觉是这样的 是啊 好 第五季展断中 省略号表示什么呢 在正确答案中 正确答案的括号里 来 选话 对 勾 来 看一下 我怕你受不了 然后就不说话了 对吧 她说的很平静 心理却像 翻江倒海一般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第二个是表示 断断续续的语气 第一个是表示 省略的话 你觉得是哪个 我相信大家可以选择正确的答案 叫做表示省略的号 那么表示断断续续的话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 我 点点点点点 我不知道 点点点点点 对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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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知道呀 我 我不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 这是断断续续的语气 会在其中更多的使用省略号 但是如果是省略的话 话的话 他会在句末使用 啊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方式啊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几天训练之后呢 我们感受到了 其实分析文章 是一个一整套的系统的训练 并不是说 怎么样 我就是这么简单的啊 我知道这个文章的中心是什么 我文字知道文章的这个重点词句是什么 就是 就可以了 并不是这样 你需要通过整套的 包括对文章的题材 文章的观念句 文章的中心 文章的结构 文章的思想感情 文章的一些具体的 告诉我们的一些道理 统统分析 从而得出一些正确的答案 但是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一点 就是第一个 中心这个概念是不能或缺的 第二个 在方法中最需要大家掌握的就是 联系上下文 千万不能凭着自己的单人意识 个人意识去判断某种情感 某种思想 一定要看看 在你所找到的这个重点词句中的前后 有什么重点的东西 需要把它们联系起来 一起考察 好吗 希望今天大家都有所收获 我们下一讲再见 拜拜